哈喽,大家好,Edwin这里,又回来给大家看一个农场的video 今天我们要看羊驼被剃毛 羊驼呢,是所有动物毛里面算是最高级的了 他的毛真的太暖了 所以呢,我们就养了几只给学生看 他们是时不时都是要检查牙齿的 确保口腔健康 然后这个呢,试看看他们身体有没有寄生虫 看了就看眼睛和嘴巴追出 如果是粉红色的呢,那就代表没事 我如果是白色呢,就不行了,就代表缺血了,贫血 然后他们也需要剪指甲 指甲呢,每次都是要剪平平的 不然的话走路会有问题哦 你可以用很利的一个剪刀来剪 然后每三个月都要剪一次了大概 然后每一次剪的都是大非洲章 因为他们很讨厌被剪指甲 然后这个套嘴巴呢,是因为他们会吐口水 然后这个师傅呢,就教给学生看说 这个部位呢,是最值钱的部位 羊驼的毛呢,是有分等级的 在他们背的是最值钱的 然后其他地方呢,就 Secondary或Tertiary的 第二等到第三等 然后 剃毛呢,通常是从肚子开始剃 因为肚子呢,是最不值钱的部位 因为,呃,算是最粗的 粗的吧 通常可以拿来做那些 只要不是穿在身体上的那个衣服 可以做Bini啊,就是冬天的戴在头的啊 那些都可以 因为穿在身上呢,如果比较粗的话 你一定会feel到,带头的话就还好 呃,羊驼的毛真的是一流 在保暖的那个程度上 所以,呃,甚至别名羊,呃,好 因为它强的地方是它冬天可以很保暖 然后夏天呢,它又可以帮忙通风 又不觉得是很闷 像你现在很多衣服比较,呃,普遍上的衣服 都是用Polyester嘛 Polyester就是很闷热的 如果在天气再比较热一点的话 而且它会把你的汗就不锁在里面 羊驼的毛呢,就不会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然后呢,现在捡完 呃,背呢,他们就去捡手 通常呢,这些都会分开来饭 因为每一个地,每一个等级的都是 价钱都不一样 可以插上一公斤可以插个二十公斤 然后就,现在呢,就捡尾巴 尾巴呢,捡了过后呢 也是放进那些比较粗的一些地方里面 呃,就可以放进,看见那个箱子 下面这个啦,箱子 呃,尾巴呢,通常都是最到后面才弄的 喉咙呢,喉咙的部位呢 是其实是蛮不错的 蛮包软的 呃,等级也比较,呃,高 通常要很小心 因为那把东西呢,真的很利 然后你看到师傅 放在,把它放在一个桶里面 在剃一只羊毛呢,通常需要用上十五分钟哦 因为,你需要把它们搬起来 然后,呃,现在剃完一边了 所以你要用,把它转去另外一边 但是那根本就是像被,呃,人家锁住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真的是会一直挣扎 然后你根本不可能能够剃的 而且他们也很重 每一只大概是在80公斤左右 90公斤,而且很高 所以你要控制它的话,其实是蛮难的 这里要小心,不要割到它的机器 呃,他们因为那把东西蒸的,真的很利哦 呃,他们在用的时候呢,呃,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照片 呃,视频现在他们是分开剃,你看 这个背的部位呢,它就特别的小心 因为它剃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的毛都放在一块 一块,然后它就呈现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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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片,呃,很美很美的羊駝毛 然后可以拿来做那些雁绒服 呃,因为也不是譬如浪服 因为我想可以做冬天的統冬匙 rivers 或者是,通常是做jacket的啦 然后做一些穿在身体上的衣服 这些通常真的是很保暖很保暖的 可是重点是因为很多羊駝的毛呢都是手工的 所以也是很贵 在澳洲呢很多都是把羊駝的毛寄去 寄去其他国家帮忙出厂那些服装 所以这样成本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 可是还是很贵 每一件大概都要几百块 都是要几百块的 羊駝最受欢迎的颜色就是白色 因为白色呢可以染成很多其他颜色 所以就在服装设计就比较方便咯 OK现在就要打针 他们也是每一年都要打一针预防针 然后还要打一些维生素 因为他们身体也是不能够产生某些维生素 然后打完之后呢就把它们放回去 你看得出他们有很大的差别吗 你看前后的差别其实是蛮大的 他们这还是非常好的 它们跟骆驼其实是亲戚 我们下期再见